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9年指考的第二题 那我们先听一下Bette老师的英文发音 好,那这题的话它蛮特别的,它其实就是在解释一个名词 那这个名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Menu 那Menu的功用是什么? 那Menu的功用我们就想说,如果你去一个餐厅 那服务生给你一个Menu,就是说给你这个餐厅的菜单 那你在菜单上可以看到什么? 是不是你有不同的选项,就是说你有哪些菜色 那这就是Varieties,就是你有哪一些变化,哪一些不同的菜色 那你除了菜色以外,你也不可能说我看菜色,我今天想吃这个就吃这个 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价格,对,Prices OK,那所以这一题它其实是不是就是在讲说 啊,Menu的功用是什么? 那这一边我如果要填一个动词 那这个动词接着售词是Customers,就是顾客 对,那所以这一边的话,我是不是就是要填一个类似告知 或者说告诉这个顾客们 就是我这个菜 我这个餐厅有哪些菜色和它的价钱是多少 OK,好,那我这一边我ABCD里面我就去看 哪一个有告知资讯的这样子的概念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C,Inform 对,那比较常看到的是它的另外一个名词的形态 就是Information,Information就是知识 那它把后面去掉这一边就是它动词的形态 那这个就是什么? 啊,告诉告知,其实就是传递资讯给你嘛 OK,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